都會有一次一次 所以今天的話 今天才第三次 所以其實前面兩次的上課的影片 其實都在這邊 當然回去的話你可以直接點開來 或者甚至在你的手機上面也可以看 像我自己現在慢慢習慣 像現在有1200 然後從7月1號開始 我就開始用1200 我覺得還蠻好的 所以我慢慢轉換一個 轉換一個心情 以前都要開車 但現在如果不開車的話會怎麼樣 不開車好像不會怎麼樣 不開車好像也還是過得還蠻好的 只是說你要慢慢習慣 就是說在那個車上多好多時間 以前開車就要聚精會整 那現在就不用了 就很我覺得好像慢慢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會戴耳機 而且剛開始以前還不知道說耳機好好壞 就買得好像比較便宜了 現在好像用好一點的 哇差這麼多 聲音整個就是好的 聽音樂 還有看電影的時候 哇那個音效真的太好 還有重低音 我有個Sony的 我覺得聽起來真的是不一樣 你拿那個真的比較便宜的 你聽起來感覺奇怪 這差十萬八千里 以前還沒有就是 在手機上我甚至是裝很多東西 甚至我還有買那個Nex Free 所以現在有時候坐遠一點的 在火車上就開始Nex Free打開 感覺還蠻好的 我現在蠻喜歡坐車的感覺的 現在叫我開車 我越來越覺得好像開車是一種 感覺好像就沒有很舒服的感覺 OK 好啦 反正一樣的道理 慢慢就找一個方式 然後可以複習 像這個影片的話 除了可以在你們手機上都可以看到 有沒有 那當然現在很多電視 不知道你們家裡電視有沒有換新的 如果像新的電視都有那個智慧電視 就是直接可以把YouTube 直接就是打開 遙控器上面就有個YouTube 按下去 也可以 如果你有登錄你的帳號 也可以看到影片 所以你要上課 要複習的話 甚至你可以在你客廳上面 像有很多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你這個很方便 我在我家客廳上課 感覺好舒服 然後我筆電放在桌上 然後躺在沙發上 然後我可以很輕鬆的 然後我就遙控器拿著 我還可以要叫你重講一遍 我再告代一下 你又重講一遍 這感覺很好 而且叫你多講幾遍 複習很方便 當然就學習也不一定說要 壓力很大 我就學個東西就學得很快樂 你自然會覺得說 這東西是蠻好的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再回頭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有幾個 如果假設有些部分 你還是沒有學會的話 建議回去再花一點時間 再複習一下 包含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範例裡面有血型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統計一下 就是說這個會員裡面哪一種血型 是最多的 可能有四種血型 那哪一種血型最多 針對的是那個 這個什麼 就是血型那個藍位 所以當然你要統計血型的話 第一件事你要先看一下 你那個資料表裡面 你工作表裡面是不是有血型這個藍位 第一個剛好有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血型的 藍位 怎麼樣讓它變成一個占比 一個血型的什麼比例圖 那個比例圖的話 我是覺得最好呈現的就是那個圓形圖 那圓形圖我們上個禮拜是 做出來之後它上面沒有標籤 所以你還要再加標 它加標籤那個動作其實還蠻複雜的 最後的話還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圓形圖把它炸開來 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想要把哪個血型的比例 直接讓它凸顯出來 OK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的那個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表樞紐分析圖 然後這個可能我是蠻強烈建議 可以多多的去練習 因為這個部分真的是以色列的特色 也就是說其他軟體 其他的試算表其實也有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以色列這麼方便 以色列真的還蠻人性化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後來我們做了一個那個什麼 就是錄製那個什麼 就是151的這個刮鬍自串的這一題 那最後其實也把它就是寫了一個函數 總共用了三個函數 寫了一個公式還記得吧 就是把瓜糊裡面的字取出來 然後放在B欄裡面 那裡面的話我們主要用到三個函數 比較少用的 而且很重要的就Fy函數 OK 那這個Fy的話其實很常用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取資料 剛好那個資料的位置 它不是固定在哪個字的時候 那你用Fy 比如說刮鬍 有沒有 Fy前刮鬍 然後再Fy後刮鬍 再利用MID把它取出中間的資料 但是如果資料裡面沒有刮鬍的話 它會發生那個緊字號開頭的 那個叫Air 所以這個後面我們用到一個函數叫If Air Air的話就是有緊字號開頭的錯誤的話 那我希望可以把它刪掉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我可以把公式貼到IfAir裡面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跟它講說 如果發生錯誤 那我就把錯誤訊息給刪除 刪除就兩個雙以後 這樣就OK了 應該還記得吧 所以上個禮拜應該最難的公式 應該就這一串 所以回去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確定說你真的學會的話 可能就是要自己開一個空白檔有沒有 所以我們範例檔裡面 所以你就打開範例嘛 然後151這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有沒有打開 這邊其實有公式啦 那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就試著自己做看啦 有沒有這個啊 刮鬍裡面的資料把它取出來 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變成你就要土法煉綱 我土法煉綱真的很浪費時間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來看其他的題目啦 我覺得其實還蠻多 文字類題面 其中的話有一個叫152好了 也許你可以拿這一題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那152跟151 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第一個 有沒有發現 它的那個資料也有刮鬍 那如果要取出資料的話在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CDE 它剛好就三個欄位 那請你把CDE裡面的資料 就是裡面的資料清除掉 本來裡面好像有那個公式啦 這個公式的話 你一看就說哇 真的是太複雜了 有沒有 也可以用mid、find、subtitude等等一堆 全部還有column 那如果假設啦 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想要取出 這個長寬高的資料 數字部分 OK 所以強調是數字 把那個數字部分呢 幫我把它取出來 放在它應該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刮鬍是放在C2的位置 第二個刮鬍是放在D2 意思得一推 這個放E2 那底下都一樣 可是你要怎麼做啦 當然這一題152 你們想想看 不是這樣你用圖法鏈鋼 你說老師我點兩下複製 然後Ctrl C有沒有 然後Ctrl V 然後再點兩下 再Ctrl C、Ctrl V 如果假設現在只有幾個 現在只有七個 那你七個應該還要做蠻久 如果這邊有70個700個的話 那你要做到什麼時候 所以你一定要想出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可不可以快速完成 當然啦 除了說我們前面有用到 當然你可以用函數的方式 有沒有 不過這一題 如果用φ函數的話 會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φ的話 φ前刮鬍 那問題是 如果你φ前刮鬍之後 他一直都找到第二個字 然後第二個字下一個字 然後刮鬍 當然可以用上個禮拜那個規則 可是問題他有第二個刮鬍 那怎麼辦 還有第三個刮鬍 那這樣的話公式可以做 但是應該還蠻複雜的 OK 不過如果你真的要用φ函數 其實倒也沒有不行 只是說文字類的函數 φ 這個φ函數 他這個函數的話 你會發現 他第一個是找前刮鬍 所以我們就是把前刮鬍打上去 但是這個地方 請各位看一下 刮鬍還有分全形跟半形的 所以這裡的話 應該猜得出來 有沒有發現 這個刮鬍明顯的比較寬 你會發現 所以如果假設刮鬍 他佔的那個字數 有沒有 他的那個寬度 比較寬的話 比較寬的話 那理論上他應該是全形的刮鬍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半形 假設 如果我們像上個禮拜用 序格件按住 再按住9 就是前刮 這個刮鬍的話 那你會發現 應該是找不到的 比如找這邊 你會發現 裡面居然沒有東西 而且你按確定之後 他會發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他找不到這個刮鬍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你不能用半形的刮鬍 你要用全形的刮鬍 那全形的刮鬍 我如果用新注音的話 可能要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你要切到新注音 第二個 按下前導字元 可能要多一個 前導字元就是那個什麼 在那個鍵盤的最左邊 就是ESC的下面那個 那個叫前導字元 前導字元再加一個SHIP加上刮鬍 這樣的話 他才可以輸出那個全形的刮鬍 OK 不過如果同學說 老師那可是我實在打不出 那個全形怎麼辦 還有一個方法 你用那個函數去轉 裡面的函數就是 可以把半形轉全形 也可以 但如果你實在打不出來的話 記得如果是新注音 是前導字元 ESC下面那個 然後再按一個SHIP加刮鬍 這樣就全形 那全形跟半形 應該看得出差異吧 有沒有 這個明顯比較寬吧 如果半形的話 我旁邊再打一個 這邊再打一個 這個是半形的 你可以這樣 把它選起來就知道 選才會知道 如果不選好像看不太出來 選的話這樣 把它選起來 有沒有明顯比較寬 那應該就全形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底下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會出現數字 如果有數字出現的話 那表示說它找到 可是如果假設底下沒有數字出現 那表示它找不到 OK 所以啊 這個是一個方法 就是你用FINE 但是問題它會找到的是 長的那個 長的 寬跟高怎麼辦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STAR LUMBER 如果STAR LUMBER 假如說你現在如果沒有輸入 它從頭找 可是如果假設你不是 那個什麼 如果你輸入 這個裡面輸入數字的話 那比如說你希望不要從第一個字找 你希望從第幾個字 第一 第二 第三個字找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它得到的會是多少 9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從第三個字 1 2 3 所以它找到這個字就第九個字了 那如果你從第三個字 第九嘛 如果你從第九個字 第十個字開始找好了 你會發現這邊變16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FINE函數是可以什麼 再加一個這個STAR LUMBER STAR LUMBER就是從哪個字開始找 那就可以跳過你要找的那個字了 所以其實可以歸納一個方法 如果你假設用 這個嗎 用FINE函數 用上個禮拜的觀念來做的話 其實可以 只要FINE跟MID 然後呢 只是說這個寬跟高的MID 可能必須要在STAR LUMBER裡面 稍微加一個這個參數 那可能就是說這邊是 寬的部分應該是這邊 STAR LUMBER可能是3 然後高的話可能是10 有沒有 那其實就OK了 只是多這個參數 那試一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 那放逆的話是在 文字與之外函數裡面 上個禮拜是151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152